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草语的女儿 你觉得有压力吗 实际上就是压着我 让我不敢写戏 不敢写话剧 是一种创作上的顿悟吗 我真的就上这个台阶 我就知道了 我能吃这碗饭 你怎么还原她的性格 她是一个悲剧 更多的遗憾还是在于 如果你不能真实地表达 我觉得可能那就 干脆不表达 您说的戏剧是什么 戏剧能量很大 如果你永远是一个 自我为中心的人 我觉得你可能很难 成为一个好编剧 那把这三段婚姻 三段婚姻都是真爱 爱情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人类 生命中所能经历的 最好的情感 万芳 1952年出生于北京 16岁去东北插队 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转业后 一直担任中央歌舞剧院 专职编剧 上世纪80年代初 万芳以小说杀人 引起文盘瞩目 最后万芳进入创作高峰期 90年代中期 由他编剧的电视连续剧 空镜子轰动一时 万芳也由此从幕后 走到了台前 成为当时 名造一时的影视编剧 外间评论 万芳的作品 对女性心理的描摹刻画 尤为精准细腻 近年来 万芳创作的重心 更多倾向于戏剧 2015年 由万芳编剧 汇聚海峡两岸戏剧人 联手打造的画剧 东之旅 横空出世 成为了年度热议的文化事件 2017年初 由万芳编剧的话剧 新原野 进入了紧锣密库的排练 作为一项中国话剧 诞生110周年献礼的作品 新原野将于9月末 拉开大幕 写过小说 课创过影视编剧 长期从事戏剧创作 文学创作多面兽的头衔 万芳当之无愧 不过 在众多的身份和头衔中 万芳最为人熟知的 是剧作家曹宇的女儿 大家都知道 您也是一位剧作家 您的父亲曹宇先生 也是一位剧作家 您怎么看待 曹宇的女儿的身份 曹宇的女儿 这个身份确实经常会被提到 尤其是前些年我写电视剧 尤其是写了一部电视剧叫空镜子 好像播出来反响很好 所以经常会被 不管是采访 或者是朋友间 都会说 这是曹宇的女儿 先介绍的时候都会先说 对 也会被问到 你作为曹宇的女儿 你觉得有压力吗 我很本能地就说没有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爸爸 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一个著名的剧作家 所以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爸爸 他就是一个非常 而且是一个非常和孩子 能够像朋友一样相处的爸爸 直到现在说是06年 时间过得真快 已经十年前了 我那时候写了我的第一部 我的第一部话剧 在首都剧场的小剧场上演 叫《有一种毒药》 然后那天我去剧场的路上 然后我就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 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爸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出了 这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 我想 哇 看来作为草语的女儿 这么多年来其实是有压力的 这个压力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压着我 让我不敢写戏啊 不敢写话剧啊 就是他的那几部作品 一直压在我头上 如果我觉得 确实是不敢写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 是事实 事实上不敢写 没有写 那么就是因为不敢写 就是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也许 达不到 达不到他的 那个高度 高度我现在也不敢说 但是我就说 确实有个高度在那摆着 所以压着我 从一个女儿的视角 你看曹宇 你怎么还原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 我觉得他性格是比较懦弱的 那懦弱是指什么呢 懦弱啊 当然这是比较而言 是吧 我觉得懦弱是 面对痛苦的事情 有的人会睁大眼睛 走上前去看 去迎上去 我觉得我的父亲 他面对痛苦的时候 他的心可能已经 全部感受到了 但是他会低下头 他会闭上眼睛 他不是那种遇到 不公的事情 他会站出来 会去跟人家 去跟人家争辩 去跟人家抗争 我觉得他的这一切 他的如果说人是 每个人都是有 懦弱的一面 有勇敢的一面 我觉得他的勇敢 曾经吧 都在他的作品里 他的一切的情感 他都倾注在他的作品里 他是用作品说话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 如果他能够自由表达的话 我觉得他的喜怒哀乐 一分钟都不会停留在内心 都会立刻像泉水 地下的泉水一样喷出来 但是因为他的这一生 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 起起开 对 起起伏伏 历史的各种转折 各种波折 所以我说他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非常有才华 你想在23岁就写出了雷宇 是 我在23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是一个糊涂虫 几乎对周围的世界 还真是不了解 不知道不明白 但是他已经写出了雷宇 雷宇至今已经演了 从三几年到今天 已经演了八十多年了 但是雷宇日出 原野 北京人 叔叔 都是经典 都是经典 对 但是应该还有更多 应该还有更多 可是只有这四部 所以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是有很大遗憾的 更多的遗憾还是在于 自己没有能够把自己的 所想所表达 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觉得他这一代的 他这一代文人 或者说一代知识分子 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 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境遇 或者说共同的困境 共同的苦难 很多人都和他一样 包括他的同学 钱中书 他们是同班同学 钱中书 他的围城是很了不得的 一部文学作品 但是后来他也改行了 他去研究中国的古代服装 他心里有没有话想说 我想肯定有 因为我很了解我爸爸 我觉得他心里 他们的心里都有话想说 但是要看 说多少 对能说多少 能怎样说 尤其作为一个编剧 或者说一个作家 如果你不能真实地表达 我觉得可能那就干脆不表达 或者说你也就不会表达了 这个是一个 我今天也同样有的体会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而且你是一个精神领域的创作者 而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产品 是吧 你生产一个产品 这个是在任何环境下 我觉得都是可能做的 但是你需要创造力的时候 你不能够自由地表达 不能自由地创作 可能你就失去了这个创作的能力了 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那可能应该是 我曾经写的一个小说叫《杀人》 因为那部小说 为什么让我觉得 就是我能够觉得是 对我来说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 那是我写作的一个转折 对了一个转折 我爸爸曾经啊 说过创作呀 他说生活中 就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眼高手低 他说这个眼高手低 一般来说是一个贬义词 说这人眼高手低 是吧 是觉得他不怎么样 对 但是实际上他说 写作的人就是要眼高手低 因为你不可能上来 就手也很高 但是你应该要眼高 眼高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 对了往哪走 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知道的 我觉得我虽然手低 但是我觉得我的眼还可以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很灰心 我就看着我自己写出来的一段一段 我就想 我说我难道就这样了吗 我就 哎呀 那我这可真没什么意思 我要只能写成这样 那真没什么意思 真的觉得灰心 但后来有一天 忽然写出了一段 我一下我就觉得 哇 我眼泥一亮 我心想 哎 对了 我觉得这感觉对了 这下行 这样就对了 那么就从那一刻 往后 我觉得我就上了一台 我就上了这个台阶了 我真的就上了这个台阶了 那一刻的神来之笔 是什么 是一种 是一种创作上的顿悟吗 你也可以说是顿悟 它有理由吗 没理由 想不出理由 没有理由 我觉得它是一种积累吧 实际上是一种积累 就在你不断地在提高自己的眼的水准的时候 又在手也不断地在 勤奋地借 又在写的时候 突然间亮电到纸边 对了 所以那个小说写出来之后 好来收获发表了 那时候我爸住在医院里 我就把那一期刊物给他了 然后放在医院留给他看 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他 他躺在床上 然后我一进门 他一下一看我来了 眼睛亮了 然后就叫我小方子 小方子你快来快来 他平时就叫你小方子 对 叫我小方子 然后我就走了他病床前面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他说哎呀 他说你的 你的这个 你写的这小说我看了 他说那个 你真行 你真能写呀 哎呀我特别高兴 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高兴 我觉得 我就知道了我能吃这碗饭 能吃写作这碗饭了 在万方眼中 附近创作的成功 源自天分和才华 源于丰厚的生活体验 更源于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万方认为 那个年代之所以产生了鲁迅 老舍等众多的文化大师 与五次以来 一代学人受中西双重文化的身后滋养 紧密相关 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中 文化人都高度自觉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 无论是在学术界 思想界 文艺界 都包含着抗争现实 改变世界的情怀和热忱 高尚的学术良知 自由地传播思想 是大师们之所以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土壤 我们前段时间 就是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网上流传着很多关于说 为什么民国的时候 会出现这么多大师 您有没有贴身的 或者近距离的 和我们传说中的这些人物 有过一些什么样的